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洋新闻频道,我是岳哥 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今天就来看一看刚刚结束的 在北京时间7月1日上午8点钟到9点半左右 累计合起来大概是90分钟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天安门大会的相关的情况 习近平的讲话,加上掌声,加上喝彩声 前后是65分钟,自然是一个重点 整个庆祝的活动的大概的流程首先是7点55分 离正式开始还差5分钟的左右 中共的这些过往的高层,现在的高层就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 透过中国央媒给到的镜头 在习近平左边的是胡锦涛,右边是李克强 备受关注的95岁的江泽民,93岁的朱镕基 没有出现在城楼上,一般的说法是身体不好 但是考虑到百岁老人宋平都来了 所以这两个人是身体已经差到这个田地 还是说中共党内有路线斗争,相信还会有不少猜测 天气预报也显示北京的温度总体是比较高 上午是26度到29度 那么透过央视发出的视频 空气的质量看上去不是那么好 有一些灰蒙蒙,活动过程中一度是风势大作 红旗烈烈,似乎也下了雨 在这样的天气状态之下 可以看到之前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温家宝、吴邦国、宋平、李瑞环 李瑞环可以看到是要人来搀扶 再加上曾敬虹、张德江、贾庆龄、于正生、张高丽等等 也是出起了这一次天安门上的活动和观力 整个活动是八点钟正式开始 由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来做主持 核心的环节就包括 民革中央主席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 来对中国共产党致辞 表达由衷的钦佩 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 表达衷心的祝愿 这样的一个环节 现在综合来看 西方的评论者普遍都没有预料到 因为确实它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政党特色的意味比较的浓 接下去的一个环节就是 两位少先队的代表 以及两位共兴团的代表 两男两女就来做致辞 这个致辞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表态 一个宣誓 同时也有一个诗歌朗诵 诗歌表演的意味 在网络上 包括在我的推特上 有一些朋友就对这样的 中学生的服装进行了批评 对他们这样的夸张造作的表情 进行了批评 其实在中国长大的 可能没有几个没有参加过 类似的活动 也可以理解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之中 当然等到小朋友们 长大走进了社会 可能社会上的一些情况 与他们在教室里被告知的 与他们在教科书上 所学到的 或者与他们在类似七一讲话 这种庄严而盛大的场合 所听到的情况 有一些不同 知情脱节也确实 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些 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人 所面临的一种尴尬甚至是纠结 接下去核心就是习近平的讲话 8点24分开始讲 一直到9点29分讲完 前后就是65分钟左右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掌声 以及喝彩声 讲话非常的长 我做了一个梳理 这个讲话的逻辑线条 并不是那么复杂 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中国共产党过去做了什么 现在在做什么 未来还会强化什么 谈及过往做了一些什么 那么习近平讲话的开头部分 就特别强调 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目前正在朝第二个百年目标来行进 如果说聚焦于现在和未来的话 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归纳 对于党内的建设来说 习近平就强调了会抓党风的建设 特别会抓惩治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用到了病毒这个词 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表达这样的一种决心 他也特别就认为呢 要加强中国军队的建设 要实现国防的所谓的现代化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党是要管枪 习近平在讲话中就特别有强调了这一点 接下去对内中国共产党要做一些什么呢 因为现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中国国内的主要的矛盾 就是说要如何去满足普通的中国人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就列举了这样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 那么现在每一块可以说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政治改革其实西方的一些媒体自媒体 观察期待了很多年 但是似乎大动作并没有那么多 社会改革 现在中国一些体制内的专家 又在呼吁希望中国共产党 在教育养老医疗方面 能够做一些改动 让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中国人来获得益处 关于生态建设稍微补充一点 在这一次七一活动现场视频之中 就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鸟叫声 北京这么偌大的一个城市 如果把交通给他暂停起来 搞这样的大型的活动 只有行人没有车辆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鸟儿在空中 偏牵飞舞 相信很多老北京人看到这一幕 都会有不少的感慨 似乎回到了很多年前的北京 习近平讲话的第三个要点 就是强调对外关系 这个可能他也花了不少的笔墨 他的智囊团做了不少的文章 他就特别提到 中国是必须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要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等 关于对外思路 习近平用了一组排比 那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也是他的原文 他就是说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是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 坚持开放 不搞封闭 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弈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要推动历史车轮 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进 那这样的文字听起来 当然是气势磅礴 但是他在实践上 西方国家怎么看 西方媒体怎么解读 相信呢 很快也会出来了 习近平还特别就强调了 这么一句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将继续和全世界 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那么他一共是用了六个词语 来概括这个共同价值 那么习近平在这里 是利用了六个词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其实说者有心听者有意 他是在否认中国的价值观 和西方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过往一直说 西方的国家和中国 有价值观上的差异 甚至是截然不同 习近平这么说 其实是在否认这种价值观的差异 而且结合过往冷战的一些经验 或者所谓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很忌讳说 中国和西方世界在价值观上 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上 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差异 因为这个很有可能 最后就会激化 恶化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习近平的讲话 有些人批评过于冗长和拖沓 当然也得说呢 其实他最为精彩 被几次喝彩声打断的部分 出现在讲话最后的 大概是十几分钟 现场有没有引导员 去指挥大家鼓掌 或者说喝彩呢 目前是看不清楚 但是总的来看 这些台下的 不管是群众 所谓的群众代表 学生代表的表情 还是非常的自如 习近平他本人的一些表现 也能够看出 他在讲话中 还是有一些 用了格外力度的表达 有这么四个细节 我觉得可以和朋友们 一起来做分享 第一个 全他这个演讲的 第一处的喝彩 发生在9点12分 7月1日北京时间上午了 那么他是提到说 中国人民绝不允许 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压迫奴役 如果说谁想对中国人民这么干 那么在14多亿中国人民 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习近平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力度是明显升高 声调也明显增强 讲完这一话 下面就立刻爆发出 掌声和喝彩声 喝彩声大概说的是好 习近平在这个地方 当然没有点名是美国 但是毫无疑问 结合眼下中国所处的 国际的紧张的一个态势 那么毫无疑问 指的是美国 习近平讲话 第二处赢得长时间喝彩 是在9点23分左右 已经进入了这个讲话的尾声 他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在讲到强大能力的时候 他把声音做了一个提高 然后下面人群又发 爆发出热烈的这个喝彩声 而且这个喝彩声 大概是持续了20秒左右 因为这个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鼓掌和喝彩 包括这个台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他表情的一些特写 其实能够看出台湾问题 现在用习近平的话来说 是中国共产党使之不渝的一个历史任务 解决台湾问题 同时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所以这样的一种场合 这样的一种表达对于担心未来台海有战的这个中国人来说 真的是可能希望两岸的政治家 两岸的政客要多想想办法 当然这个中间涉及到的国家的政客就比较的多了 第三处的喝彩是在9点25分 习近平就是寄希望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说要他们增强做中国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他讲到这番话的时候下面又是喝彩声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们的特写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于教育的一个控制或者说重视 这个过往在媒体中的报道已经是很多了 第四处喝彩那就是他这个65分钟演讲的最后 差不多一分钟9点29分左右 习近平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然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那么他讲完这番话整个演讲也就结束了 下面就是持续的一个喝彩掌声 以上就是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主要的一个脉络线索 以及重点 那么有必要还有一题的时候呢 在做这个七一讲话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很多社交群组 我是说中国的社交群组 不少人在发红包 感觉喜庆意味十足 可以看出 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 批评一直没有断 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社交群组中 其实也能可以看到 但是也不得不说 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普通人的心中 没有海外的媒体 一些自媒体宣传的那么不堪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事实 有不少朋友就告诉我 包括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观察 一些自媒体中的大V 那是把狠话说尽 整个的意思就是说 共产党可能活不过明天 活了过明天 活不过下个月 这样的一种操作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分析 其实是毒化了我们对中国的观察 对中共的观察 也毒化了我们对中国和世界 关系的一种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岳哥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 以及海外的媒体 做过非常很多年头的 这个记者 特约记者 编辑 高级编辑 我很愿意和朋友们做一些分享交流 来努力贴近事实和真相 有请朋友们多支持 感谢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和打赏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